活動開始 互相鼓勵一下 歡迎你今天來到五沙城 我跟你們講話 來到五沙城這個地方 參與到成果展這個話講 郊西鄉公所於112年11月11日 在無沙社區活動中心廣場 舉辦郊西鄉社區營造4.0成果展 一大早 熱情的社區民眾 就來涉灘 展現社區亮點 活動一開始 由德陽社區的長輩 帶來太鼓演出 帶動熱鬧的氣氛 另外是著名的御田弄師文化 由長輩們改良弄師的傳統技藝 年輕人介紹的 祇書唉 infected 祇書走來 攏山 要 明明祇 très過分大 大 hemosADE 一大肩 不能在 todos良久 以及 Beatles 麥琳 走某地變越一推成長輩子穂集電視 Green 张永德乡长感谢全乡社区发展协会的帮忙 参与社区营造4.0的推动计划 让江西成为一个动静皆美 老少皆爱的宜居城市 我们社区的基民 大家广东扶持 广东老龄 把我们这个社区店扮演非常好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日后我们所有社区 大家有的建议作为 我们继续追求我们的作为 让我们的大家 把每个社区变得反应上 变得有创新 变得有动力 江西湘民代表会主席游建章 也感谢这些年来 社区发展形态的蜕变 从过去已接受补助 到如今自主发展 让工所可以将经费 用于幼童和老弱妇孺 打造社福和幸福 兼具的交析 大约有三万五千人 我们预算是三千块 如今空无法 我们这十几年 这个任期来 如连编略 照顾四大人 照顾这些少年人 照顾这些领导两岁 照顾我们这些幼教的交通房 我们这家如今的编略 一千块无法 今天我们的三千块 同样 你是不是很快 发展发展 本次发表会 获得文化部和宜兰县政府支持 使得亮点社区 有上台展演机会 演出相当具有水准的 表演内容 首先是无鲨社区 表演穿越时空的无鲨 文学圣地 兼会国庆 大套 白俄社区 以传统武术会籍 展现丽与美 二龙社区带来 轻快的小苹果 和Queen Car演出 林美社区 两位长辈带来 秀卜瓜 石潮社区多远融合的 越南斗粒舞 三民社区活泼演绎 你是我的花朵 白云社区理事长邀请长辈一起演出 《碑桃秀变》 杨树的大路 吹唧我妈妈父亲 杨树的大路 吹唧我妈父亲 吹唧天哪三星 杨树的大路 滚滚滚滚滚滚 滚滚滚滚滚滚 月光社區有夏天的浪花 一見你就笑 三國城的竹童年 五百年城之夜山 五百年城之夜山 要趁來生去他在地 剩下紅海的地 要做事 一頂一頂一頂 一頂一頂 一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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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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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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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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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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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中社區表演天真活潑 有多又可愛和私目的人 好 讓我們今天 祝你光臨 來 掌聲鼓勵一下 大藝社區已傻得很灑脫 跳廣場舞 走遠漫漫漫漫漫光 天天最終那些空 在天上漫漫下走 就要回到屋 中華的一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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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гол 浴室社区表演四季红 本次参展成果发表的社区有 浴室社区浴室村救民下白石角 区域内有温泉公园、宜兰旅游服务中心 也有大型温泉住宿和温泉大楼 大中社区救民鼎宝 早期设有东西南北门 辖内的协天庙国圣庙香火鼎盛 德阳社区别名滕阿辖 是郊西温泉区的核心 修建成天然的泡脚池 辖区内原明德管训班 整建完成后成为跑马古道公园 二龙社区就称齐武兰 有两百多年历史的二龙进度 也有周载伟、金师团文化 培育许多武术高手 玉田社区将农村文化 迈向多元化社区发展 以沿袭传统弄师文化成为社区特色 三名社区经常举办云水日拖活动 照顾在地长辈 设有湿地公园维护志工 打造山、水、风光好去处 大义社区是郊西乡服务员最小的行政单位 虽然人口外流 但村民凝聚力强 辖区内有关公骑马塑像公园 临美社区有著名的佛光大学 淡江大学宜兰校区 郊西高尔夫球场 临美石盘步道 落实今早村美誉 展现独特的多元文化 月光社区开办长青食堂 C聚点居家访试服务居民 拥有多元的刺激团体 民众踊跃参与社团活动 光武社区无举人的顾礼 无暖石板桥是县级古迹 更是人文汇萃地理环境特殊的村落 龙潭社区以湖为名 龙潭湖风景区是县内著名的重要风景据点 也因为拥有蓝牙人爱之家 而具备健全的高龄服务模式 无沙社区积极参与社区营造计划 推动资源回收 照顾关怀据点和长青食堂 并以无沙故居小旅行为一大特色 二节社区 服务员广阔 版图曾经扩及宜兰市金梅路和梅州里 后来发展成一处山明水秀的好地方 白云社区俗称白石角因生产木材需行经崎岖山路而发明了木马 可运送重要木资木材下山 木马因此成为白云特有的产物 石潮社区日治时期被称为雲地 是指低洼地区 因为石渊充沛 吸引了丰富的候鸟飘鸟七席 而融合水域的原生国宝及植物 让石潮成为渔民之村 白鹅社区 在日治时期 有军方再次开凿军事坑道 战后居民利用坑道 堕避台风 虽然人口不多 但居民互动热络 包有浓厚的乡村样貌 礁西乡社区居民 展现礁西最在地的能量 将自由的特色成果 结合摊位互动游戏体验 融入在成果展中 实现社区营造的共好理想